哈喽大家好 这两年香奈尔家的小皮具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家正常尺寸的包的价格已经高出天际了 超出了很多人的预算 所以大家渐渐的把目光转向相对来说价位稍微低一些的小皮具 另一方面呢也是因为这两年大家背包的趋势都是越来越小 所以一些可以背的小皮具也可以承担一些背包的功能 那么今天我就以香奈尔家秋冬季刚上会的金球系列的 Wallet on Chain 长盒子和小盒子为例 来谈一谈香奈尔家这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小皮具应该怎么选 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三款的相同点 以这个秋冬季的金球系列来说 他们的第一个相同点是全部都是羊皮做的 那羊皮的优点和缺点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也讲过 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二个相同点呢就是他们的链条都是这种做旧五金的 同时在金球系列当中 这三款上面都有一个小金球 通过按这上面的一个开关可以进行这个链条长度的调节 第三个相同点就是他们的价位区间都在一万到两万的这个档次 像这个Wallet on Chain的价格是两万多 长盒子的价格是一万大几千 这个小盒子的价格是一万中几千的人民币 那在美国这个是两千出头美元 这个是两千六百多美元 这个是三千三百美元 所以他们的价格相比香奈尔家的小包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可爱了 第四个相同点就是在这个金球系列当中 这几款包它的内里都是这种金色的 而且它这个金色都是非常有高级感的金色 下面重点来说一说这三款的不同点 第一是开合方式上的不同 Wallet on Chain这款它的开合方式是翻盖式开合 并且保留了香奈尔包上非常标志性的一个元素 就是旋钮式开关 而经典款的Wallet on Chain它的这个开关是磁吸扣的 就不再是这个旋钮了 而这两个小盒子呢显而易见它是通过两边的这个双拉链进行开合 我个人觉得在开关方式上 Wallet on Chain是要完胜这两款的 因为像这个拉链呢 无论是这个小盒子还是长盒子 它的拉链都没有那么的顺环 你很难单手进行操作 同时这种包型 你必须得要把这个包放在某个地方 比如说桌子或者椅子上 你才好把这个包打开 而这个Wallet on Chain呢 是你背在身上单手就可以操作 所以从开合方式上来说 我认为是Wallet on Chain是最佳的 与此同时 当这种包型背在身上 你把包盖没有拉链拉上的时候 它是很容易因为这个敞口过大 而造成包内的东西翻落掉的地上 而这款相对来说就要好很多 第二个不同是他们的链条 虽然这三款都是金球系列 有一个可以调节长度的这个开关 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很多人都忽略的问题 就是Walk它的链条可调节余地 要大于这两款盒子 以我这个162的身高为例 当我把这个Walk调在这个长度的时候 这样我鞋背是刚刚好的 像这款盒子 我得把链条调到最长的这个位置 我鞋背才刚刚好 而这个Walk是还有一定的负余量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身高比我高的话 我觉得还是Walk的这个长度更合适 因为它还可以放到更长 同时我个人觉得 即使你的身高跟我差不多 你如果想体现这个金球的魅力呢 我个人是觉得流出来一小节会更好看 而如果是像这种就拉到了底 没有任何长度可以坠出来的情况下呢 我觉得是丧失了一点金球本身的魅力 那这个小盒子的长度和长盒子的长度是一模一样的 还有一个链条上升的区别 就是当你这个拉链没有拉上的时候 背在身上 这个盒子是这么长口 完全长口敞开的 因为它的链条是固定在这个包盖的顶端的 而这个Walk 因为它的链条是固定在包身的正中间 所以即使你没有合上 你的口也不会大敞着 这样你的东西会相对来说安全一些 不会那么容易的掉落在地上 当然这个盒子的金球 也有一个方面是优于Walk的 就是它的这个位置是可以调节的 因为它本身这个理念是这种 可以调节可以活动的链条 所以你可以把金球调节到任意的一个位置 这样你想把它放在身体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 而这个Walk它的这个链条是 本身是固定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特别的移动这个金球的位置 第三个不同是它们的内部格局 小盒子它的内部格局是最简单的 里面只有一个口红的插口 其他没有任何的分层 长盒子它会在小盒子的基础上 多了背后的三个插卡的口袋 而这个Walk是相对来说分层和格局最多的 除了背面有一个小口袋 可以插银行卡公交卡 侧面有一个包盖的位置 有一个拉链 这个口袋是可以完全直通到这个包背面的底部的 所以在出国旅行的时候 你放大的纸钞或者是护照来说是私密性和安全性比较好的 同时它的前方有三个非常大的插口 前面一个长口的 这里一个长口的 同时这里还有拉链的 有三个连接在一起的 背面有六个卡槽 可以插银行卡 所以相对来说 我觉得这款包是更适合收纳控 可以帮你把东西分别类的收纳好 第四个不同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容量了 那小盒子显而易见是容量最小的 我们可以大师看一下能放多少东西 我这里拿了一个车钥匙 一个干戚手叶 一个AirPods 然后基本上就满了 这里特别还可以插一个口红 你可能还可以再放一点小东西 比如说一个很小小包的纸巾 然后就放不了任何东西 手机是根本不可能的了 那我们把东西转移到长盒子里来 这个肯定是绰绰有余的 除此之外呢 还可以再放下一个 我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收纳包 里面有几个口红棉签和我一些出门常用的东西 同时这是手机壳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东西是可以放进去的 这个容量是非常可观的 基本上跟香奈儿的方胖子容量是差不多的了 同样我们再把东西转移到这个Walk Walk我这里用了包撑 所以它的厚度会要厚很多 手机 这个 手打包 安心手叶 AirPods 还有这张钥匙 我这钥匙比较大 通常大部分人可能会有这么大的钥匙 我们看到也是完全可以放进去 并且可以合得上的 总结来说 长盒子和Walk的容量是差不多的 那小盒子相对来说会少了一个收纳包 或者你把它看作钱包 以及一个手机的容量 第五个不同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区别 就是这三款虽然在香奈儿家都被列为小皮具的范畴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款其实是真正的小皮具的概念 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 就是即使在最新生产的 就是2021年秋冬季最新生产的 这两款其实它都还是用的是身份卡 像身份卡现在在香奈儿家只有钱包卡包和小皮夹上有 而这个小盒子和长盒子呢 带的都是这种身份卡 所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 长盒子和小盒子在香奈儿家的定位 还是真真正正的小皮具 而这个Walk呢 它最新生产的已经改成了这个芯片 是在这里的位置 而芯片是只有在香奈儿家的包 Hand bath这个类别下才会使用的 最后我来总结一下这三款的选购建议 如果你是刚入门香奈儿不久 我觉得你还是首选Walk 因为相对来说 它会更像一个正经的包 同时它保留了香奈儿家很多经典包型的典型性元素 这两款的容量是基本上一样的 但是这款的价格要比Walk要小几千人民币 所以从性价比来说 这款是最好的 前提是你不介意 我前面提到的几个这款包的缺陷 比如说拉链不顺滑 不好单手操作 你背的时候容易口子大肠 这样东西掉落 以及它的这个链条长度 不适合身高高的人 那么如果你已经有了香奈儿家的好几个包 你只是想收集一个他们家的小皮具 或者收集一个这个金球的元素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小盒子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它的价位相对来说是最低的 同时它又有一个香奈儿的这个金球的元素在这里 小小的一只背在身上作为装饰 也是非常可爱的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感谢观看